女人被丈夫五花大绑起来 可看着妻子在床上挣扎 变态丈夫反而还打开收音机 一脸诡异的微笑 等到妻子再次醒来后 发现自己已经被解绑 可她的双腿却失去了知觉 原来变态男为了防止他逃跑 直接把妻子也变成了残废 看着妻子在地板上不停蠕动 他这才感受到两人终于平等 次日男人心情大好的 为妻子准备了食物 甚至还贴心地喂给他吃 结果吓一样 还没等妻子爬下楼求救 男人就直接拿起镇定计 把他拖了回去 没多久警方就找到了男人 原来妻子的哥哥发现他不见了 于是就报了警 可警方看着男人行动不变的样子 直接对他打消了怀疑 为了防止多事的人 再来破坏他们夫妻相处 于是他偷偷潜入哥哥家里 趁其不备直接给他来上一针 最后在他嘴里倒上不要钱的农药 把他伪装成自杀生亡 可让他不知道的是 家里的妻子趁他不在 开启了套房计划 他慢慢爬行着撬开了房门 但他还没下楼 外出的丈夫就走过来 就这样女人不停跟跑 男人在身后狂追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好在妻子力大如牛 直接把他从八楼推了下去 故事的最后 男人并没有被摔死 而是成了全身瘫痪 诡异的是 妻子主动申请 成为了他的监护人 这个开放式的结局 让我们浮想连篇 单纯从电影中可以感知到 这种心理扭曲 缺乏共情的人 是如何一步一步 把自己拖进深渊的 以此来反思在现实世界中 假使不幸遇到了这样的人群 我们应该如何应对会比较好 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速速电影带你走进电影世界